今天 得到我女儿的要求 说要做年糕 给她看看她要自己做年糕 这是她在家最喜欢吃的 炒年糕 那我现在就做一下 先把火开了 然后要放 油 油的 在后面 放上一点油 这个油是 Avocado Oil 所以还是比较健康的油 然后 年糕也准备好了 刚才早上化了一下 还不是 很化 还有一点点冰 所以放进去也没有关系 我就顺便给她弄弄开 因为是不粘锅 所以不用很热 就可以往下放了 那这一饼 是有点点内的 这是年糕的口袋 这是一个 南朝鲜的年糕 好像是 因为这个炒年糕需要一会儿 所以 我等会儿把盖子盖上 让它在里面 炒热 有一些冰的 我给它分一下 好 在年糕在做的时候 我调些酱料 这个是蚝油 小狗在叫 噢 小狗在叫 噢 噢 妈妈是把门没关呢 把门关上 噢 我什么门没关 我把门关上 有时候我后面的门没关 小狗贝拉就会叫 然后是酱油 就一般的酱油 蚝油跟酱油调在一块儿 放进去就很好吃了 不用很咸 我做的菜一般都偏淡一点 这样的话 有时候还真的要加辣酱 他们自己可以加点辣酱 是咸的 我这个视频做的是给女儿去学怎样炒年糕 我用中文做的话 他顺便也可以学学中文 如果他听不懂的话 也可以来问我 我总是加一点点水 这样的话 他可以化得稍微快一点 稍微一点点水 好 就可以了 这个这时候就让他自己这么化着 然后现在就开始等鸡肤蛋的时间了 就是说是看着他滚 不过炒年糕还是很快的 一下子就好了 对准了 对准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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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个电话机有点重 他总是会挂下来 我还准备了一点生菜 一般我女儿喜欢吃的是 嗯 他喜欢吃 那个 Poke Choi 上海小白菜 但是我没有 我在家里做 就用生菜 他可以自己换成 上海小白菜 好 盐糕其实本来就是熟的 给它弄弄软就可以了 把调料放进去 让它再继续炖 嗯 这边它炒起来点红红的 看着就很好吃 我想海鲜喜欢吃 有时候也是这个颜色 看着比较好吃 好 焖着开 让它再煮一会儿 琳达你没有锅盖的话 就是用那个 妈妈给你的那个 呃 铝膜 盖上去就可以了 好 这个菜就等会儿就要放进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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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好香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把青菜 菜倒進去 其實家裡有什麼菜就放什麼菜 有點菜就比較好吃 因為生菜是可以生吃的 所以就不用炒得很熟 好 好 感谢观看 然后我最后喜欢放一点麻油和麻油 就更加真香了 然后再加一点accent就是flavor 也就是它更好吃一点 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这样一盆香喷喷的蔬菜炒年糕就做完了 好把火关了 再放近一点给你看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好看哦